所以我今天來這邊 雖然沒有辦法去親自見到他 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 我覺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 我也要來這一趟 那我會做那種ATM的小兒領財 那是因為我從2014年之後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 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那我不會想到說 我這種用ATM理財的方式 變成人家離知我罪名的一個證據 陳佩琪 你說謊的技術真的很爛 陳佩琪說 他現在把在網路銀行上面 可以查到的資料都給聯證署 其他還沒查到的要去銀行調 陳佩琪 你真的不要說謊 你為什麼現在才調 不是 而且因為你說謊 很容易被揭穿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網路銀行 不管你是用PC或是用手機APP 都可以查到所有的網來記錄 沒有那個查不到的啦 陳佩琪跟柯文哲真的是夫妻情生 我們的電視好了耶吼 來 年晃上來 本來年晃還在想說 那今天工作就可以輕鬆一點 本來想學一下葉原資當薪水小偷 休想 來來來 不過這十年的變化 因為就是同一天9月5號 對 真的很巧 他宣布參選台北市長 然後十年之後戴上手銬 我真心覺得還蠻感慨的啦 台灣社會創造出一個這樣子的人 對 然後看著他揉起 看著他揉他 其實當年我跟時期我們都是功逢其勝 對啊 2014年其實我覺得很多現在看電視的朋友 應該對於柯文哲當年都有非常大的期待 對 我昨天在想到了他當時當選之後 就職的時候在台北市政府的大那個外牆上面掛了一個長大大的四個字叫改變成真 結果呢這十年真的改變了 但是被改變的是柯文哲 對 而不是台北市政或是台灣的政治 真的蠻令人蠻感慨的 很詩虛 對 有點詩虛 雖然我知道昨天很多人很嗨啦 但是在這個激情過後 其實還是有點感慨 你看我昨天第一時間看到這個網友貼的時候 我還想說這會不會是故意哭手 我還特別去查了一下 結果發現真的 他真的是2014年9月5號登記參選台北市長 而且在登記之前 他在外面還念了一個所謂的市民的阻托 類似這樣的參選宣言 講的疫症辭言的 結果沒想到同一天十年 真的十年之後 戴著手銬上了球車送到台北看守所 這畫面真的蠻震撼的 對 是蠻震撼的 好 那為什麼被收押 為什麼被收押 其實昨天一開始當傳出來說 法官在程序庭說 這個新的證據 這個不採納的時候 大家原本有點擔心說完蛋了 那就依照舊證據 那上次是無保審問 會不會是一樣的 對 但檢察官其實請注意 檢察官其實並沒有證據 檢察官是同意的 對 所以代表檢察官對於他們手上原來的證據 其實就已經很有把握 只是說昨天這個裁定 對於前那個法官 前面那位法官 就所謂的北院劉德華 大概會覺得稍微糟 不好意思 我剛剛失態了 講到北院劉德華的時候 對 大概就稍微糟了一點 因為同樣的 你如果說有新證據 還講得過去 但是同樣證據兩個不同的法官 財電竟然天差地遠 一個在天堂 一個在地獄 劉德華真的蠻天真無邪的 阿伯說什麼都不知道 他說對 你都不知道 對 我寧願相信 因為那天熬夜他沒有睡好 頭昏腦髒 好 主要證據是因為 第一個 因為我昨天看了民眾黨的聲明很有趣 他民眾黨自己的聲明就前後保 他說你沒有查到有收錢 怎麼可以說他圖利 圖利就不用收錢 這兩個讀法律系 你們到底在幹嘛 而且阿伯自己說 對啊 圖利 對啊 怎樣 就圖利精華成200億 被告不否認檢察官指控的部分事實 這一部分很多人解讀說 他是部分認罪 對 但是我比較保留 我比較保留 我的判斷 柯文哲在庭上 不否認檢察官指控的部分事實 應該是說 檢察官拿出很多證據說 你上次說你不知道 事實上你都知道 你現在到底知不知道 柯文哲應該承認說 好 那我真的知道 應該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法官顯然非常了解柯文哲 他最後收押他是因為 雖然你部分承認 但是為了避免將來你犯供 所以我先把你壓起來再說 大概就這個意思 明知增加過高超過560%容積率 精華成一案違背法令 仍置疑為之 柯文哲犯土利罪 而且不排除收賄 因為 目前的資料已經符合土利罪的要件 就是明知違背法令而為之 但單純圖利沈金金還是有期約 甚至收受賄賂 有待檢察官繼續偵辦 被告避免收到重刑 重暫時坦承不分事實 仍有可能將來必重就輕有沒有 他不排除他翻供 翻譯前詞 甚至勾竄犯或證人 而且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他跟在押的沈金金 印曉威 彭震生講的都不一樣 特別這三個人裡面 特別是彭震生 你如果柯文哲跟彭震生講的不一樣 那一定有一個人在說謊 因為這兩個人都在市政府服務 所以一定有一個人在說謊 那檢察官跟法官 現在無法確認誰在說謊 所以先押了再說 然後不明資金流入欺了帳戶 實質上柯文哲獲得不明財產的利益 在印曉威分配匯款 沈金金論公欣賞之際 不明來源金流分別匯入科的妻兒帳戶 這個在上一次的生涯題裡面 是沒有揭露的 但是到底多少錢 目前還不確定 是不是就是媒體說的那700萬 或是更多 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有待檢察官 更進一步的查證 好 這一點最有趣 對 這一點 當天是有媒體說 柯文哲躲在家裡一個小時 不肯開門 我們想說 還傳出他不在家 對 那後來證實了 的確他在家裡一個小時不開門 我覺得檢察官其實夠理喻他 一般這種情況 就直接請所將就破門而入了 因為你持有搜索票 後來檢察官查扣他的手機的時候 發現手機LINE的對話 有被刪除的紀錄 發現有刪除對話紀錄的痕跡 而且有勾竄其餘潛在共犯的試證 不是說可能 叫做試證 所以檢察官在他的手機裡面 到底看到了什麼 柯文哲呢 我告訴你 我不是在教大家犯罪 第一個 LINE在你的手機對話刪掉是沒有用的 對啊 沒用啊 因為機房有備份 你真要刪除也沒那麼 也不用一折一折刪 有一件刪除的功能 會用嗎 直接就全部刪光了 還一折一折那邊刪 怎麼可能嘛 所以這是柯文哲最後被裁定收押 禁見最主要理由 其實我覺得昨天北院這個法官的 這裁定書寫的論理論法都非常有依據 而且我研判 柯文哲律師抗告成功的機率真的不大了 我覺得昨天的北院的這個檢察官 還有一張不要想下班 夠過來 那今天這麼難混 就是說你覺得北院其實某種程度都已經就 犯罪內容的行為都已經做了認定 對 所以他真的戴劫難 其實一般戴劫難題裡面是很少的 好 接下來這個4300萬 因為這個4300萬很重要 如果假設如鍾小平所質疑的 那就從5年以上的土力 直接變成10年到無期徒刑的違背植物收賄 這個行度會差非常多 而且土力的定罪率比收賄要低很多 因為土力過去的經驗 土力的定罪率大概不到5成 但是收賄的定罪率 或是像高宏那種違背 利用植物榨取財物 那個定罪率大概都在8成以上 所以有差很多 所以檢察官現在要查的是金流 鍾小平前幾天有去北檢提供情資 那他提供的情資跟他在節目中講的 有沒有一樣呢 我在私下問他 他說不一樣 他提供給北檢的更多 因為鍾小平 這是他的選區 所以對於選區的大大小小事情 因為你知道議員在這個中秋節 馬上中秋節 各管委會都會辦中秋晚會 他們都要去跑 所以難免都會認識 管委會的讀委什麼的 這個其實都可以問 那我可以透露一點 就鍾小平去問到說 這個屋主是誰的時候 有人跟他透露說 那就是大老闆啊 姓陳 而且是兩兄弟 沒錯 所以陳佩琦也有承認 說屋主是兩兄弟 可是陳佩琦說 我根本不知道他那是誰 我就只有簽約的時候才見到 陳佩琦 你說謊的技術真的很爛 所以你 你都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現在是怎樣 提著菜籃去菜市場 買菜 然後這個青菜不錯 就買走了嗎 你要買房子 你會不知道屋主是誰 你說不認識 那我請問你 我就問陳佩琦 那你是怎麼找到這間房子的 因為這間房子沒有在公開市場販售 他不在房仲的list裡面 那你是怎麼找到這間房子 莫非你不要跟我講 你們兩夫妻有一天 晚風徐徐 天氣很涼快 兩夫妻拖著一卡29吋的行李箱 裡面裝了5000萬的現金 然後就到處去看房子 然後看到喜歡的 看到喜歡就按門鈴說 請問屋主這房子你要賣嗎 好 即使是這樣 你也不會買到這間 因為那間現在是辦公室 晚上沒有人上班 對 所以呢 鍾小平就質疑說 你的現金金流是什麼 怎麼認識原來的陳姓屋主 這位屋主是否是 金華城董事長陳育坤 那我幾乎可以很確定 這個屋主 他應該不是陳育坤 但是跟陳育坤有沒有關係 等檢查觀察 說陳姓屋主要移民急著賣 但他查訪確定 原屋主根本沒有移民 還住在他的選區 就住在中華路二段 就是鍾小平的選區 而且屋主真的沒有要移民 因為通常如果急著要移民 要賣的話 應該是降價求售 結果他還溢價10% 一坪多了快8萬 這完全不合理 所以是真買賣還是假買賣 是否就是金華城的後屑 給柯文哲的大禮物呢 可是陳佩琪今天有說 他有把這些金流汇款啊什麼都給連證署了 我看得很仔細 那個新聞是說陳佩琪說 他現在把在網路銀行上面可以查到的資料 都給連證署 其他還沒查到要去銀行掉 陳佩琪你真的不要說謊 你為什麼現在才掉 而且因為你說謊很容易被揭穿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網路銀行 不管你是用PC或是用手機APP 都可以查到所有的網來記錄 沒有那個查不到的啦 對啊 沒有那個查不到的啦 但網銀可以一次匯4300不太可能 沒辦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記錄 你沒辦法用網銀去轉4300萬 4300塊可以啦 4300萬不行啦 你4300萬這麼大額你一定要零貴 而且呢銀行員會問得非常的仔細 你這要幹什麼要匯給誰 而且尤其是 因為他這個不是透過仲介公司 跟仲介買過房子人就知道 當你買方的時候 你匯錢並不是直接匯給賣方 而是仲介會有一個信託帳戶 對 履約保證 對 履約保證帳戶 等到他確定你交屋都點交都沒有問題之後 他錢才會撥給買方 那通常銀行看到你匯的是 履約保證帳戶的時候 像我買房子後銀行一看那帳戶 可是他又不是找房仲 對 所以你會這麼大筆錢 銀行一定會問得非常詳細 甚至可能要你填個資 因為避免洗錢 特別是因為柯文哲又是政治人物 他本來就是洗錢的 我跟你講他們的帳戶都是 洗錢房治法規範的 對 都是警示的 所以陳佩琪你不要講 真的你不要說謊 因為你說謊這很容易被揭穿 所以林志群就說 那4300萬買商辦大樓 媒體問為什麼要挑 還有租月商辦購買 而且疑似買貴 柯文哲說 因為屋主要移民 其實是措手 單純買賣行為 林志群就說呢 屋主急著移民 那應該要降價求售台對 就我們的經驗法則 就告訴我們說 急著要賣 應該是價錢比較低 你怎麼會急著要賣 價錢比較高 那佩琪 我們家也急著要賣 趕快 拉高房價 對 趕快來買 這不合理嘛 你就算有錢也不是這種花法 對 所以他這個說法顯然 沒有辦法得到大多數人相信 而且有一個最大疑點說 依照柯文哲跟民眾黨的個性 如果這4300萬沒有問題 應該第一時間 對啊 就拿出來了 如果是選舉給他的錢 那 對 第一時間就拿出來 因為我早就在節目中呼籲過 你就給我三筆轉帳資料 對 中選會轉給民眾黨中央的 民眾黨中央轉給你的 然後你轉給賣方的 對 為什麼拖到現在 還在網銀要去銀行調資料 沒有那麼複雜 網銀就可以有全部的資料了 沒錯